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看这轮开的房间啊 大河奔牛之老菜鸟,虐高手 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对吧? 他自称自己是老菜鸟,估计年纪有点大 有可能30多或40多 他说他自己是老菜鸟,打这个地图没有碰到厉害的 想虐高手 那么我们进来玩一下 他选了一个法国 那么我们也选个法国,对吧? 这个地图可以玩一下法国 我们先造狗跑开地图 然后把这个围起来 因为这个地图一旦,哎呀你看 他年纪大了 这个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围 这边来的一个兵想守住我的地图 我们直接派狗过来把他这个兵咬死 这样呢,他直接心态爆炸 你这没有守住地图,你就直接投降 这不至于吧 然后他就打字啊,他就为自己找个接口 对吧? 他说我刚刚点错了 我本来造重工的,点到造船厂了 他说他刚才点错了 那么我们就理解,理解对吧 第二盘呢,我们随机到这个位置 然后还是一样,先造围围围围围围 不要让他的狗进来 哎,这一盘他围住了,我们也围住 因为这个地图呢,只有两条路 上面一条路,下面一条路 下面一条路呢,都是用围墙围住 谁也过不去 要想跑开地图呢,只能走上面了 然后我们咬死他,哎呀,没咬赢 没咬赢走过来,咬死他 哎,不要让他拿到我家的视野啊 我们拐到他家里去 看看能不能看到他家 这个地图一旦丢了视野啊 就很容易被人家发现你是怎么发展的 看你是出几个牛 还是打快攻还是打什么的,对吧 我们先造个重攻,先出一个牛车 这个大家都是法国的话呢 也都造不了铁木装置啊 因为大家都是盟军啊 这个地图为什么说盟军能玩呢 因为盟军抢中间的海域比较厉害 苏军呢,抢制海权,抢不过盟军了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我们就准备抢这个海军对吧 因为大家都没有书军,都造不了铁木 就多出一两个牛没事啊 我造了两个牛 他是直接先出空子步的 你看到没有 先出空子步造飞行兵来干扰我 我们中宫里面出了两个牛以后呢 再造防空车过来防守他的飞行兵 你造这么造飞行兵,你的发展会慢的啊 这个飞行兵呢,就是造一个跑下地图就行了 你造两个飞行兵没什么用浪费钱对吧 然后我们把基地搬到这个上面来 搬到上面来,准备走这里延伸上去啊 延伸上去,上面还有很多矿对吧 等一下第三个矿场还可以造到那个最上面去 我们这个位置呢就要搬一下基地啊 然后呢,我不着急出第二个矿场 我先造船场,你看他,他是先出高科技,先出矿场对吧 所以说他这个发展呢就不对 我先造船场呢,我就可以抢制海拳 然后出一个神盾打你的飞行兵 这个时候呢,他手里在造大炮 没有地宝,我们直接冲进来 你造了高科技,我估计他在造 他在造那个大炮,在造那个超时空转换对吧 你看,你造大炮没有地宝 一瞬之间就卡钱了,然后我们直接把你中弓一打 你看,收不了了,直接投降 一定要试试这款热销全网的尊蓝威精墨益录啊 现在天气是凉快的不少 但是稍微动一下呢,后背还是很容易油腻有味 还长红色的小疙瘩 这款墨益录呢,通过了中疾控检测 面满率呢,大于99%啊 面满去斗真有效才敢把这个检测数据呢 印在外包装上,还拥有两大专利和五重检测 控油除满保湿,一瓶搞定 添加了六大进口蓝成分 我的感觉就是呢,洗完压根不会干涉紧绷啊 可以轻松洗出干净丝法的后背 这就叫做吹痰可破啊 每次洗完呢,都感觉身体轻松的很多 北方的小伙伴们呢,也可以用它搭配高程度的氨基酸配方 用对待脸的成分呢,去呵护身体啊 洗得干净,又不觉得干涉 不用担心干羊起皮 而且它是香水级沐浴路 有12小时流香 一觉醒来呢,被窝都是香的 味道是高级有质感的古龙香 香柠檬的清晰混合着像木台的沉稳 满满的安全感 还有500G超大容量,够用一整个秋冬了 点击评论机链接领券下单 组合购买的更优费啊 好,来看第三局啊 第三局呢,我们还是选了一个法国对吧 上一盘呢,它就是没有以最快的速度造那个船厂啊 它是先造的高科技,先造大炮 它想呢,等一下高科技出来以后再造船厂 这样它的海豚就可以拆我的船厂对吧 但是我这个套路灵活多变的对吧 我们肯定是先抢海拳 这个盟军一定要先抢制海拳 你看它手速又慢了 又慢了,围墙围着个寂寞 我的狗又窜进来了 又窜进来了,你不会又投降吧 又跟那个第一盘呀,啊,我不小心点错了 这盘它没有投降啊 然后它的狗呢,又全部被我的狗咬死了 把它家呢,跑得一清二楚 就可以看得到它家了啊 然后我们还是先出重工 一定要先出重工啊,先出空军没啥用 招一两个飞行兵,也就是跑跑地图 然后用这个狗来射个路径 挡一下它的这个重工位置啊 然后我们甩一个重工出个牛 你看,挡它一两秒钟对吧 挡了一秒钟,一秒钟吧 它这个重工一定要放到这里 不放到这里呢,它的框厂接不上去 它要在上面甩一个框厂啊 那个左边的稍微好一点 它这个位置稍微好一点 它的框厂可以直接放上去 我们这边呢,最好是拖下基地啊 因为我的框厂放到那个上面呢 放到我重工后面,放不到第三层 等一下我们把基地拖过来 拖过来以后呢,就可以直接延伸上去啊 把基地拖动一下对吧 拖动一下,等一下在上面放个框厂 还可以延伸到第三层去 然后我们 基地拖动一下,不着急出框厂啊 还是跟上一盘一样,先出空子部 先出空子部以后呢,然后我们准备补个电厂 补个电厂以后呢,就准备出船厂啊 然后补个电,补个电呢 准备造船厂跟低盘一样,对吧 准备造海军,看他非不非造高科技 你不非又跟上一盘,哎呀,他又出高科技 你看,又出高科技,对吧 所以说呢,你这个死的一盘 你这还不知道怎么死的,你又出高科技 我又造船厂 而且呢,我这个船厂呢,准备造驱逐舰 不要等航空母舰,也不要等海盾了 先造驱逐舰 驱逐舰一出来呢,就可以打他的高科技 他放在这个岸边呢,等一下他想造巨炮,对吧 趁他的巨炮没出来 他造了三道围墙,就以为能挡得住我 我直接打开你的围墙 你又要造巨炮,又要造船厂,又要造坦克 你就非比较卡钱,你看到没有 我们直接冲进来,点你的坦克 然后驱逐店打高科技,他又没了 所以说呢,高科技不要出太早了 大家都是盟军,你打输军可以 如果我是输军呢 你可以早一点出高科技,找海豚,出航空母舰 我是盟军的话,你就不能那样玩 对吧,说明这个对手呢 他用那个法国打苏军打的比较多 他用法国打法国,他就经验不足 对吧,然后那一盘打完以后呢 打了两三盘以后呢 他觉得他用法国打不赢我 然后呢,他就选那个苏军跟我玩了 现在他是苏军了,我们是法国了 而且这个对手呢,在我准备的时候 他突然选个位置,玩盘外招对吧 这个本来大家都是随机的 他突然选那个左边了 那个左边呢,他不用拖基地对吧 他选那个地方,选那个苏军 然后我们先守住地图 不要让他的狗跑到我们家 这个法国打法国呀 就是先出船场 那法国打苏军的话呢 我们就没必要那么着急出船场啊 因为这个盟军打苏军战法不一样 盟军打盟军呢 那个战法又不一样 要灵活多变对吧 这一盘我们先出一个坦克 因为我感觉他有可能会来偷我 他没有跑开我家的地图 不像盟军了 盟军没跑开我家的地图 他可以造飞行兵来跑 他是苏军,他造不了飞行兵 所以说我们先出一个坦克 防止他来偷我,对吧 我们还是中宫里面出两个牛 出两个牛以后呢 等一下我们可以抢制海权 因为刚开始我也说过 那个苏军的海军不行 苏军的海军打不赢盟军的海军 等一下我们可以抢占制海权 先造一个大炮 这一次可以造个大炮 因为他是犀牛坦克 然后我们出个飞行兵到他家里 拿下视野,对吧 看看他有几个牛车 这一次他船场出这么早 他船场出这么早 造潜水艇 因为他知道苏军 苏军如果先造铁木的话 就会丢了制海权 所以说他先出船场 然后再造铁木 但是你先造船长的话 你家里能不能守得住呢 他直接用辐射防守 对吧 用辐射防守 我们就造一个飞行兵 然后用巨炮打他的潜水艇 这个潜水艇比较贵 潜水艇一千块钱一个 你又要造潜水艇 又要造坦克 你就造不出来铁木 如果这个时候他去造铁木的话 他的坦克就没有我多 虽然你四个牛 我们五个牛 我牛车还比他多一个 你看他现在框场都还没出来 他必须在后面再造一个框场 这样的话 我们就没必要造船场了 因为现在我造船场没用 他水里面已经有五六个潜水艇了 你看他还在造潜水艇 我们这个时候再去造船场 就是浪费钱 所以说我直接出高科技造超时空 因为他现在造不了铁木 他造铁木的话 他就比较卡钱 你造了这么多潜水艇 潜水艇他也花钱了呀 哎呀我感觉我也比较卡钱 我还是把那个超时空退掉 我也不造超时空了 造超时空也比较卡钱 我们造两个飞机 用飞机来准备打他的辐射 因为他的坦克没有多 他要想守得住 我必须要用辐射来扛对吧 用辐射扛 我们就用飞机飞行兵 然后我不造超时空 我直接把基地拖过来 拖过来直接造大炮 延伸到他家里去 你看他造了一个高科技 想造铁木 我非给你造铁木的机飞吗 我直接把基地搬过来 准备大炮延伸过去 你造辐射也没有用 因为你比较卡钱 你潜水艇造太多了 这潜水艇呢 一千块钱一个 你造了五六个 发了五六千 他就守不住 如果他不造潜水艇呢 我就造驱逐舰抢制海军 所以说呢 他造了铁木 就造不了海军 造了海军就造不了铁木了 对吧